我覺得教學是一條很長遠的路 因為你不會知道你現在種下的種子 會在什麼時間點開花結果 我是韓成 我的工作是一名音樂老師 我教唱歌 也教鋼琴 也是一名專業歌手 我大概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開始找老師上一對一的課程 然後一路學習音樂 一直到高中畢業 上大學 開始在音樂教室教課 之前曾經在音樂教室 遇到一個亞斯伯格鎮的學生 他當時上課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的情緒 在地上打滾 甚至是躲在鋼琴椅子下面不出來 站在音樂教室老闆立場 覺得你只要完成這一堂課 有收到費用就可以了 可是我在乎的是這個學生背後的原因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情緒 甚至是我要怎麼幫助他解決 所以有時候在處理事情的角度上面 會非常的不一樣 2020年初的時候 開始有了要不要開工作室的這個想法 當然開工作室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我會覺得我可能沒有做得比別人好 但是我相信上帝使用我在這個工作室 他所帶進來的學生就是他給我的小羊 那我就是要顧好這些羊 在每一堂課開始之前 我都會先打掃我教學的環境 我希望讓每一個進來這裡上課的學生 可以有一個放鬆的感覺 也可以讓他們知道 不管是什麼樣的聲音 在這個環境都可以被接納 比如說我曾經在課堂當中花了30分鐘的時間 都在跟學生聊天 可是聊完之後我覺得 欸怎麼時間這麼快就過了 然後我覺得我沒有教導他什麼東西 我想要補時間給他 他卻跟我說 老師我今天學到好多 然後一樣也是又哭了 我就覺得哇上帝我是來上諮商課的嗎 還是上音樂課 但我就聽到上帝跟我說 你做得很好 因為你幫助了這一個人 真實的面對他自己的生命 對 某一次連假期間我突然收到 學生家長傳來的影片 是學生在練琴 然後他告訴我說 老師謝謝你 我終於覺得孩子在家裡練琴 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我當下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教這個孩子已經三年多了 從他只會看竹音 寫樂禮題目都還要用竹音 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唸給他聽 到現在他會自己主動去練琴 我發現原來我在專心做好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也可以帶給別人這麼大的幫助 其實我是一個沒有什麼天分的人 是透過努力 還有在這一路上受到非常多人的幫助 才能夠走到今天 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 我覺得上帝放你在什麼樣的位子 你就是做好你現在手上可以做的事情 有一天上帝一定會使用這一份 才能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平凡中的不平凡 就是大家都可以努力去嘗試做到的事情 使用於這一點 你為甚麼不平凡的地方 你對那些東西